两个五步的好车速 两个五可以车速 在地面指挥员引导下 飞行员操纵直升机 缓缓将全地形车吊起 确定状态良好后增速升空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全地形车悬挂在机身下部 修正偏差主要依靠地面指挥员 和空中操作员的指挥引导 这就需要各要素密切配合 使飞行员精准操纵直升机 调挂作业 最大的难度在于 全地形车即将离地时 似突然间由于重力 拉住直升机 就需要飞行员 能够精准操纵直升机 保持好状态 使全地形车平稳离地 面对G20外吊挂飞行训练 没有详细数据支撑的情况 这个旅组织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进行探讨交流 对比G20和别的直升机 实施外吊挂飞行的区别点和差异性 梳理形成G20吊挂设备使用方法 在G20吊挂飞行训练之前 我们在机铺 利用吊车 对全地形车进行摩擬起吊 根据摩擬吊挂 各方面数据分析 我们进一步优化吊挂流程 发现风险点 并制定相遇措施 从而确保G20首次吊挂安全顺利 G20吊挂全地形车 大大增强了我们部队的机动能力 在遂行作战任务时 可以达到立体机动 快速部署的目的 训练结束 参训官兵结合时装经验 进行复盘总结 进一步针对吊挂薄弱环节 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不断夯实吊挂训练基础 接下来官兵们将结合演训任务 将吊挂训练融入作战背景 增加夜间吊挂特勤处置等训练 不断发挥其作战潜力